70年代,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发生了多起灵异事件 目击者并不是什么恐怖小说家 也不是什么具有灵异体质的乘客 而是普通的乘客及机组人员 包括空姐、机长 甚至是东方航空的副总裁 而这些目击事件全都报告给了美国飞行安全基金会 该基金会回应说 这些目击事件的报告都是由经验丰富 而且值得信赖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提供的 我们认为这些报告非常重要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灵异事件呢? 这整起事件要从1972年12月29号的一个小灯泡事件开始说起 东方航空航班401号 是一条从纽约皇后区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飞往迈阿密国际机场的航线 事发这天 401号航线的主要机组人员包括55岁的老机长Loft 他具有29700小时的飞行生涯 39岁的副机场Stark Steel 他的飞行生涯为5800小时 另外还有一名51岁的二等军官兼飞行工程师Ripple 他有15700小时的飞行经验 而这支航班的飞机类型 是刚服役4个月的Lucky L1011-E三星客机 以下全部简称三星客机 晚上9点20分搭载了163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的三星客机 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 三星客机开始准备进入迈阿密国际机场 打开起落架准备着陆 就在这个时候 副机长Stark Steel注意到起落架指示灯并未点亮 因为无法确认是起落架损毁还是指示灯烧坏 于是他们马上手动放下起落架 但是确认灯依然无法显示 这下招了 机长Loft马上通知塔台 他们将停止进入机场的动作 航空管制员允许三星客机爬上至2000英尺 并指示向西经过大沼泽地区 这样机组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进行修复工程 这个时候 飞行工程师Ripple 被机长指派到驾驶舱下方的航空电子设备舱 在这里或许可以透过一个小悬窗 确认起落架是否确实放下 在飞机到达指定高度2000英尺后 机长指示Stark Steel将飞机设定为自动驾驶 为他们争取一点时间 可以专心处理起落架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 飞机缓慢地下降了350英尺 这已经足够触发飞行工程师工作岗位下方的高度警示灯 然而这个时候飞行工程师Ripple正在驾驶舱下方的电子设备舱里 因此看不到高度警示灯 而机长跟副机长正在忙着修复起落架的指示灯 也没有看到高度警示灯 三分钟的时间内才下滑了350英尺 如此缓慢的下滑速度 以致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 而且该航班是夜间飞行 窗外的景象根本看不清楚 直到三星客机下滑到指定高度一半时 副机长这才发现了异常 在之后找到的黑盒子里恢复了以下对话 飞行高度好像发生了变化 你说什么 我们现在还在2000英尺对吧 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次对话后不到10秒 三星客机已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简称NTSB 经过调查发现 三星客机在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如果二架一旦发生倾斜 飞机就会在倾斜的角度继续飞行 调查人员认为 可能是机长Loft 在驾驶座上转身交代飞行工程师 Ripple任务的时候 不小心轻微碰到了二架 使得二架向前倾斜了一点点的角度 这才导致飞机以下行的角度 持续飞行 两层悲剧 NTSB最终将整起事件 怪罪到了飞行员身上 因为机组人员在最后的4分钟内 并无监视飞行仪表 没有及时发现飞机意外下滑 才最终导致空难 我们再回头来说说灵异事件 第一个目击者 是东方航空公司的副总裁 作为一个超级VIP 他被第一个安排进入头等舱 当他坐下不久 就有一位身穿东方航空制服的机长 找他判断 聊了几句后 副总裁这才发现 这个不是前一阵子才出事的机长Loft吗 才刚想起来还没来得及惊讶 Loft就突然消失了 副总裁后来询问空服员才知道 机组人员都在驾驶舱 而且他是第一个进入客舱的乘客 其他的乘客尚未登机 后来又有一名机长与两位空服员声称 在飞机起飞前 他们都跟一名非该航班的机长见过面 并且有过对话 但是这名机长突然消失 吓坏众人 还为此取消了该航班 据他们的描述 该陌生机长就是Loft 另外一名女乘客上机后 发现他身旁坐了一个非常安静 身穿东方航空制服的男子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机组人员会坐在这里 于是想要询问空姐 可是当他一扭头 发现身边的男子就这样消失了 如果是这样就算了 连同周围的所有乘客都一起消失 之后航空公司展示了几张照片给女乘客 他非常肯定 他身边消失的男子 就是已故飞行师 Ripple 但是仅仅出现在飞机上 似乎还满足不了Loft跟Ripple 他们还直接插手飞机的检查工程 尤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的Ripple 一位飞行工程师在做飞行前的例行检查 突然看到了Ripple Ripple对这位工程师说 您不用担心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检查了 不仅仅是这位工程师 另一位空服员也在机舱厨房内看到了Ripple在维修烤箱 而这位空服员的说法令人更加无法质疑灵异事件的真实性 因为当时该飞机的工程师坚称 自己并没有维修烤箱 机上也没有其他的工程师 而烤箱却有维修痕迹 最为人所知的是一个叫Mary Weather的空服员 他在另一架三星客机的烤箱里看到了Ripple的脸 于是他马上跑去告知另外两个同事 幸运的是Ripple还在那里 大家都看到了他 其中一个同样是飞行工程师的目击者 因为之前跟Ripple共过室 一眼就认出了烤箱里的人正是Ripple 而这次Ripple则是警告道 小心这架飞机会起火 随后这架飞机真的遇到了发动机故障的问题 航班也因此被取消 这样的灵异事件还有相当多起 而目击者大多都是信誉良好的机组人员 当然也有小部分的乘客 那为什么这些目击者都声称看到的是机长Loft 跟飞行工程师Ripple呢? 经过东方航空公司的一番调查后 发现这些发生灵异事件的飞机都有一个共同点 原来他们的机身上都或多或少安装了 当年事故三星客机拆下来的完整零部件 似乎机长跟飞行工程师都还在为他们的疏失感到自责 后来东方航空公司警告员工 禁止在传播什么鬼故事 为平息一切传言 最后决定将所有从事故三星客机回收的零部件全部替换掉 说来也奇怪 自从更换了新的零部件后 就真的再没有出现过灵异事件 401航班空难 其实起落架并没有出现问题 而是指示灯的灯泡烧毁 就因为一颗灯泡造成一起不幸的事故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留言按赞订阅 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 拜拜